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日 大陆多个自媒体账户发文 称施永信要把方丈地位交给他的儿子施正恩 还有人嘲讽 听说过红二代 官二代 富二代 差二代 姓二代 现在又出现了佛二代 活久见 网友还上传一张施永信与一名身形较胖的少年合照 似乎暗示照片里的少年就是网传的施正恩 和尚也生儿育女 传宗接代 引发网络嘲讽 随着事件发酵 松山少林寺昨日紧急发声明辟谣 声称上述传言纯属恶意捏造 子虚乌有 是对永信的严重污蔑 也对少林寺的形象造成严重损害云云 声明还声称 少林寺和氏永信已经向执法机构报案等 不过 很多微博网友认为少林寺的辟谣声明 为说明事情的前因后果也没有回答网友关注的问题 如 没有说明是永信究竟有无子女 网上吐槽声一片 网友服律服为质问少林寺 你辟谣总得说明什么是谣 什么是真吧 二三两点全是废话 第一点一副老子说是谣就是谣的流氓嘴脸 和尚到底有没有儿子 儿子有没有杜碟 未来的接班人到底怎么选拔 好歹你提到了 哪怕说慌都能算你是辟谣 这样不清不楚的一堆屁话也算是辟谣 我怎么觉得反而透着被拆穿了的心虚呢 3月26日早晨 山东滋伯高速路上出现大雾 导致汽车连环追尾 十几辆车撞成一团 有司机被困在车内连喊救命 网传视频显示 当天早晨六点多钟 滋伯挤高高速路上大雾弥漫 一出路段发生连环追尾事故 被撞车辆严重变形 拥堵在路上 地上一片狼藉 满是汽车零件 玻璃扎的 一辆小型商务车被撞到其他车身上 一名男司机被困在车内 疑似受伤 有气无力地喊着救命 救命啊 其他车上的人员都已下车站在路边等候处理 一名目击男子对媒体表示 当时雾太大 是连环追尾 中间的肯定受伤得很厉害 至少十五辆车撞到一团 看到来了四 五辆救护车 有受伤的人被接走 几个小时后 当地交警部门工作人员宣称 事故中没有人员死亡 该路段已经恢复正常通行 今年以来 中国多地发生严重车祸 网友哀叹 今年可真难啊 三冬日照 你们看看天上有什么 2024年 今天是老军爷的诞辰 没有任何特效 看一下 没有任何特效 已经到底 拉近点看了 我们看到什么了吗 你们看一下 而且是阴天哦 没有任何的灯柱和光柱 你们看一下 没有任何的灯柱和光柱 看一下 它在追逐 在跑 对吧 没有天空是阴天哦 没有星星 没有月亮 我们看一下 有个光柱 从那走路上 哇 哇 你这边有点 就从那边开始 点按按钩 对 越来越亮了看了吗 亮过来 你看那个 那边都烫了 你看那边都烫了 你看年年 我会不会 你们稍稍一会儿 那边好亮啊 没了 不是吓唬你们 新冠它就没消失过 大家好像感觉好像新冠 已经不在我们身边了 只是因为你们没在医院 像我在医院 我是能够明显的感受到 这一波又来了 其实很多医生已经感染四五次了 然后呢 前两天有个患者做完手术 也是 这个不明原因的低痒 低痒的血缘毛和头上不来 一查这个核酸 新冠阳性了 然后再之前有一个患者 也是做的手术 手术很成功出院了 出院三个月之后感染新冠了 然后呢 肺部感染挺厉害的 中症肺炎 最后这病人是死于新冠肺炎 然后前一阵 我一同学 他的父亲 是感染新冠了 感染新冠之后呢 马上就心衰了 最后可能也是情况不太好 然后这三个人有个共同特点 就是什么呢 就是都是第一回感染新冠 在那前三年的时候 就几乎就 他就没感染过 或者说他自己不知道 就没有发生过 出现过症状 然后这回都是第一次 说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想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这可能 新冠肺炎 对于我们年轻力壮的人来说 不算个事 但是对于老人 然后有基础病的 身体不好的 或者是因为一些原因 造成免疫力低下的人 对于他们来说 是还是有打击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这是今天最新的病毒基因库 查了一下 不过查这一次以后 以后都没有啥 查的必要了 第一是各地都在起 你看这顶上 这都是几个安徽的 安徽的 但是他的安徽的好一点 是在哪呢 你发现没 他是二月份做的 现在才三月二十五号 才爆出来 但是他往底下 大家就能看到 湖北湖北湖北 这都是湖北 湖北的我刚才看了 基本上都是在三月初 然后这是福建 福建再看看 他是就你点开以后 看他是什么时候 报上来的 判断他当地的情况 三月初 他就由此可见 就是说 包括再往后 你看福建也开始 大面积游 安徽福建 然后第二样上呢 因为他这每样 是二百个嘛 哨兵医院嘛 都是四川 你要是如果看四川 是什么时候 开始涌现出来的呢 就说咱翻到最顶上 你看 这全是整版 整版都是 河南这底下往下走 这全部是山西四川 河南的是本身都有 山西的也是最新的 四川你会看到 二月二四号 但是他也是今天报出来 看到了吗 今天二十五号 这都是今天报的 今天报的挺多 各地的数据都开始出来了 这首先是 疫情是肯定是起了 但是从现在看 应该是四川都是 报纸到现在 基本上有二十多天 就是二十多天 哨兵医院发现的 越来越多了 然后武汉这边的 基本上都是月初 三月初 越来越多了 然后这是今天报的情况 基本上南方是 肯定是整个全面起来了 北方报出来的越来越少 虽然也有 但是很少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生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 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 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100%韩国优质 6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 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 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 灶带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 灶带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